宜兰投城交流道晚间一路回堵到市区 镜头转到郊西也是一样 上交流道的车流一路塞到市区 高工局表示 5号收假日当天情况会更严重 比较拥塞的路段会发生在 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 国三的关西到大西 大概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间 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 高工局预估5号廉价收假日 国道交通量会达到112百万车公里 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 特别是北向交通量将达到64百万车公里 是平日年平均1.5倍 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南屯到厚里 以及苗栗到湖口 国三北向珠山到中心 以及草屯到雾峰等路段 都将涌现车潮 另外大家最关注的 国五北向宜兰网坪林 国六西向旧正到雾峰系统 跟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雁朝 都要特别留意 而东部的花莲从下午开始 出现北反车潮 还出动警力到场支援 今天下午14时开始起 北上车流已经涌入 非常多的车辆 依照往年 大概都是在20 20以后 可能只要北上车里 比较舒缓 高空局建议 西部国道的南部用路人 在上午9点以前出发 中部地区用路人12点以前出发 国五北向用路人 早上9点以前出发 提早出门可以避免 在车阵当中卡半天 记者林医生刘己交 年幼城王一仲 宜兰兰花莲报道 你要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呢 你烫青菜加一条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条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